我們從普京的聲明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看出來 現在烏克蘭每天消耗的炮彈量 大概一天 就大口徑的炮彈 一天要500枚 那美國現在每月的產量 每個月只能15000枚 美國一個月只能做15000枚炮彈 對 那這是有新聞佐證 那烏克蘭每天消耗5000枚 那一個月不是要15萬枚 所以不夠嘛 但是俄羅斯的產能是 是美國的三倍 所以俄羅斯每個月可以 生產 45000枚 對 至少45000 這個還客氣 應該不止 再加上他們有庫存 補充庫存 所以 就消耗站上面 這是一個很好計算 這個數據可靠 可靠 這落差太大了 那現在烏克蘭每天消耗5000枚 每天消耗5000枚一個月要15萬枚 那現在15萬枚怎麼來 這個都還不是大的問題 這個都還不是大的問題 大的問題是什麼 好 即便 因為美國跟北約都在 都在增產嘛 因為烏克蘭消耗炮彈量太誇張 而且烏克蘭每天消耗炮彈5000枚 俄羅斯恐怕更多吧 俄羅斯 但俄羅斯可以補 所以當我們再看 就這一條 當我們再回到烏克蘭戰線上面 那烏克蘭的前線在這邊 請問它的補級線拉多長 起碼 起碼上百公里 數百公里了 你說要從北約算起就對了 它的炮彈生產的點在 如果在美國 那請問它的補級線有多長 數千公里 對啊 那你這麼長 人家北約國家都不產炮彈了嗎 它生產啊 但沒有跟 就 經過20年 你不可能有消耗炮彈的 每年就只跟你採購一點點 炮彈廠 除了去找其他市場 它也活不下去 它只能縮減產線 所以你這樣要產能拉上來很困難 然後 當我們進到消耗戰或持久戰的這個場景 它跟一般的戰爭又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就必須要把真實的補級線拉出來 什麼叫真實的補級線 你的炮彈在哪裡生產 你經過多麼長的運輸 那這個運輸要花掉多少週期 你在這個運輸上面額外增加多少產品 也就是你每一萬發炮彈運到前線去 你的成本不是那一萬發 你可能運輸的成本就已經超過那一萬發的價值 所以 當你當你進到持久戰以後 我們就看到 好先不管 兩邊生產物資的能力 而是光是這麼長的補級線 對烏克蘭 你這個仗 只要打得越久 你的消耗就越大 那你的勝利的機會就會越小 所以我們在持久戰的評估的方式 你要打贏持久戰的原則就只有一個 就是雙方都 因為持久戰就是消耗雙方彼此的資源嘛 你只要在對方完全消耗完他的資源的後面比 那晚一個小時你就是贏家 同樣都是消耗完 但是大家比的就是消耗完的時間 所以為什麼會開始產生這些彈藥的落差 就是俄羅斯不斷的在調整這個戰爭的結構 節奏 從一開始的突襲快速 尋求一個快速決勝的那種戰爭模式 慢慢轉到持久戰去 所以普京講 普京的這個談話其實就是告訴我們 俄羅斯現在把這場戰爭當成是 一場持久的戰爭 好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就剛剛講的是炮彈 那以坦克來說 北約預計在2023年就今年 還會再提供烏克蘭400輛坦克 那俄羅斯他預計在今年 他要生產1600輛坦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俄羅斯的 整個國防生產的節奏 是為了要壓制 現在北約最大可能 對烏克蘭的援助 而且是數倍之上 然後 再來是我們 我們在 軍事戰爭有講到平右彈 那大家在看平右彈大概會有很多 但是因為我們 我們不是一個科普跟物理的課程 所以我們不會解釋太多 平右彈的原因 我們只是告訴大家有這個東西 但英國因為挑戰者號 而宣布在烏克蘭使用平右彈 那大家猜猜看 全世界平右彈庫存最大的國家 是哪一個國家 蘇聯 對 前蘇聯 所以俄羅斯 俄羅斯有幾十萬發平右彈 他只是不用它而已 但是你只要 可是如果用完之後 烏克蘭這個土地的農產品 那能怎麼辦 那能怎麼辦 所以現在有沒有人出來 講說英國 英國在烏克蘭的戰場上面 使用平右彈是一個有問題 或者是一個魯莽的決定 沒有啊 我們全世界的所有環保 環保 組織環保團體 也覺得沒什麼關係 甚至 美國國安部 美國的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會議的發言人 Kobe 沒有問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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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就對人類沒風險 對人類健康沒風險啊 所以 我一直在講說 我們的道德標準 其實一直都是一種浮動的狀態 欸 講到前 前兩個 我覺得跟台灣狀況很像啊 台灣如果一旦兩岸打仗的話 台灣也有那個真實補給線的問題 對啊 我們有真實補給線的問題 而且甚至於說我們的真實補給線 還不只是長 甚至根本就會斷 對 這個就是當 當你在一般快速推進的戰爭型態裡面 跟一個持久戰爭的型態裡面 一定要弄清楚 因為快速推進 因為你會在你的 你可能在你的 預先儲存的 但要完全消耗掉之前就取得勝利 所以你不會有這些問題 但是一場持久戰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開始精打計算 要去計算 你每天會消耗多少 你能生產多少 你的這些物資 所以一場持久戰 決定持久戰的將軍 持久戰勝利 前線的將軍只有一半的責任 另外一半的責任在後方的 控制補給 那為什麼普丁要打這樣的戰爭 對他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他發現 這個是對他損耗最少 因為他快速推進 人命的投入 因為他們一定有經過計算 但你去應攻一個城市 你的損傷很大 我打持久戰 對我來說是成本最低的方式 所以大家如果比較敏感 有注意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 去年元旦之前 實際上在負責 國防 就戰爭的國防後備 後勤物資這一塊是邵逸股 現在負責這一塊的人是誰 梅德韋傑夫 之前去看工廠都是邵逸股而已 現在去看最重要的生產去釘 因為邵逸股只能管得到 國防部管得到的這些軍工產業 那很多是民營的企業 那顯然邵逸股是叫不動 這些俄羅斯的企業 你一個國王部長 那企業歸經濟不管誰要擬你 你必須要找一個層級比 稍微股更高的人來處理 所以現在負責這一塊 俄羅斯負責 所有物資動員 國防工業製造能力動員的人 是梅德韋傑夫 那這件事情 有沒有什麼理論基礎 比如說他會到達什麼樣的數量比例 之後會開始出現什麼樣效應之類的 比如說我前線也不跟你大打 但是呢我就不斷的慢慢把我的 做出來的坦克跟炮彈 移到前線去 當到了什麼程度之後開始崩潰 我們上一次看到消耗戰是在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第二次世界大戰嚴格來說都還不算消耗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才 就是真正的雙方 就是法國英國跟德國 跟那時候的 德國 之間彼此在比較國力的 能夠支撐到什麼 那時候幾乎是把家底都拿出來打 那這樣俄羅斯也是看準說 美國跟北約對 烏克蘭的支援是有其極限的 現在俄羅斯的 既然已經打了嘛對不對 那如果不把你炸乾 就我已經受傷了對不對 那我受傷 但是你在後面沒死 這個是不能允許的 所以必須把你拖進來 可是我是說 如果北約國家或美國真的下去 然後跟俄羅斯比國力的話 那俄羅斯應該還是比不過 可是他顯然他覺得 這是也許 就是 他算膽小鬼遊戲的一種嘛 就是反正我就耗下去 我打賭你們這些 這些要政黨 又政黨倫體的 普丁之所以 敢決定打持久戰 你忘記了 前幾天誰去跟他見面嗎 你說習近平嗎 對啊 所以 普丁敢做這個決定 因為他的後方資源 跟很多東西 其實他都已經不需要 有理想說他不需要快速求勝 對 對 對 谢谢大家